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喜欢钢笔的猴子 老魏是一位作家 一位喜欢写动物故事的作家 然而在都市里闭门造居 是很难写出真实的故事 于是老魏便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山村里 租了一间房子写着他心中的故事 你们听说没有 这个人是位写书的大作家 听说了 不过我真想不明白 一位大作家 为什么跑到我们这个穷村子住下来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做创作的人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这样才能静下心来写故事 大家早啊 你也早啊 这位老师 听村长说你是一位写书的大作家 大作家谈不上 只是喜欢写一些故事罢了 这么说你真是作家 为作家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从繁华的都市跑到我们这个小村庄来写文章啊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做创作的人需要清静 你又不是作家 我才不信你的话呢 安静的环境的确是我选中这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还有一个理由让我来到这里 还有什么理由呢 我写的大都是关于动物的故事 听说那座山上有很多野生动物 所以我才选中了你们的村子 为作家 不瞒你说 那座山上过去的确有很多野生动物 什么熊 豹子 野鹿 猴子啥的 不过近二三十年 我们就很少见到那些动物了 只偶尔能看到几只野猴 是啊 前些年村子里狩猎成风 那些大型野兽早就没有了 我想现在山里也就只剩下野猴了 没关系 猴子的故事也足以让我写一本书了 为了能和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 老魏经常让村民带着自己走进山林 这地方我们来过很多次了 除了野兔就没见过别的 我看今天我们应该朝山林深处走走 魏作家 我不是说过吗 这片山里已经没有什么野兽了 不是还有野猴吗 我来这里好几天了 只听过他们的叫声 却从来都没见到他们 原来你也想见见野猴啊 魏作家 你可真幸运 我们终于找到猴子了 两人说着便寻声来到了猴子所在的位置 拨开草丛 只见一只小猴子 正趴在那里发出一声声微弱的哀叫 哎呀 这只猴子真小啊 魏作家 你看 他的眼睛好像有毛病 老魏听后 捡起地上的一个松果 扔到了小猴子身旁 小猴子急忙侧着耳朵 仔细听着 然后伸手四下乱摸 你说的没错 他的眼睛真的看不见 你看 他的两只眼珠被一层什么东西罩着 浑浊得很 是啊 可怜的小家伙 他得的应该是和人类一样相同的白内障 说着 老魏心生怜悯地蹲下来 伸手抚摸着他 而那只小猴子居然接受了人类的抚摸 竟然发出一阵阵满意的哼叫声 果然是一只有眼疾的猴子 我想他八成是被他妈给遗弃了 嗯 不会的 做母亲的怎么会丢掉自己的孩子呢 我想他一定是个孤儿 由于眼睛看不见才会被赶出猴群 可怜的小家伙 我们得帮帮他 就这样 这只有眼疾的小猴子 被老魏带回到村子里养了起来 当他写书写累了 就逗逗小猴子玩 小猴子也温顺得很 从来不捣乱 小家伙不用闻了 这是笔不好吃的 好了 快把笔给我吧 我还要用他写故事呢 等我书写成了 就带你去都市的动物医院看眼睛 要是有的治 你就能看到东西了 难怪都说猴子聪明 果然是个机灵鬼 一听说能治眼睛就不调皮了 嗯 几周后 老魏便要带着小猴子离开山村 他要带小猴子去都市里的动物医院治疗眼睛 魏作家 你的书不是还没写完吗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是啊 魏作家 我还想请你给我儿子补薪一下功课呢 你们放心 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回来的 这次我想带小猴去动物医院治疗眼睛 魏作家 你不是说要等你的书写成了 再带他去治疗眼睛吗 是啊 一开始我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看他整天生活在黑暗中实在可怜 不如早早把手术完成了 让他的世界不在黑暗 那等他眼睛好了 您就回来吗 当然了 我的书还没写完呢 你会带着他一起回来吗 如果他的眼睛真的好了 我想在都市里给他找个归宿 毕竟他被这里的猴群抛弃了 是很难再融入猴群的 好了 车来了 我该走了 正如老魏猜想的那样 小猴子果然得的是白内障 经过手术治疗后 他终于能看到这个世界了 获得光明的小猴子变得异常调皮 整天抢老魏手中的刚笔 好了小家伙不要闹了 快把笔还给我 我看这只猴子是不能养在家里了 他现在能看到东西了 自然会很调皮 说不定哪天连你的书稿都会给撕碎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他不能再待在屋子里了 还是把他送走好了 但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呢 估计他现在很难适应野外的生活 我看就把他送到动物园吧 就这样 老魏将小猴子送到了动物园 这样一来 他既有人照顾 自己想他了 也可以去动物园看他 可是让老魏想不到的是 小猴子自从到了动物园 就不吃不喝 没有办法 老魏只好将他带了回来 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这么倔强啊 他毕竟是野生猴子 将他困在笼子里 他怎么受得了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毕竟是只野猴子 或许是该将他带回山林了 于是 老魏便带着这只小猴子 再次回到了那个山村 哎呀 这就是那只眼前看不见东西的小猴子吗 是的 就是他 他竟然已经长这么大了 还是都市里的动物医院厉害啊 这只猴子的眼睛竟然全好了 魏作家 你不是说要在都市里 给他找个好归宿吗 怎么又将他带回来了呢 都市再好也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应该是在山林里 那里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哦 魏作家 你是想将他放回山林 是的 他是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了 几天后 老魏便带着小猴子 来到了山上僻静的树林子里 山林不远处 传来了几声猴子的叫声 老魏怀里的小猴子听到后 显得非常兴奋 不由的也大叫了几声 树林中的猴子听到小猴子的叫声后 又叫了几声算是回应 魏作家 你看 他在联系自己的同伴呢 是啊 这才是他应该生活的地方 你看 他多高兴啊 这时候 不远处的树枝 沙沙作响 几只猴子出现在了树上 小猴子见后 兴奋地朝他们叫了几声 而树上那几只猴子 则警惕地看着老魏和村民 猴子 猴子竟然出现了 他们是来迎接自己的新同伴吧 小家伙 去吧 去你同伴那里吧 说着 老魏将小猴子放在了地上 小猴子一落地 便兴奋地朝猴子们所在的那棵树跑去 可没跑多远便停住了 他转身看着老魏 一脸的不舍 小家伙 去吧 小猴子朝老魏叫了两声 然后飞快地跑到那棵大树下 他兴奋地爬上去 和众猴子一起消失在树丛中 他就这么走了 是啊 他回家了 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 好了 我们也回去吧 小猴子离开后 老魏则继续留在山村里写着故事 故事的主角自然是那只小猴子 每当他想念小猴子的时候 便会盯着手中钢笔 当初小猴子和他抢钢笔的画面 便出现在眼前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然而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 散步归来的老魏突然发现 自己屋子内有点凌乱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不会是遭到小偷了吧 不可能啊 我们村子里一直很规矩 也没有外人来啊 魏作家 你看这个 这是猴子的脚印 莫非是猴子闯进来了 突然 老魏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找寻自己的钢笔 钢笔 我的钢笔不见了 啊 钢笔不见了 魏作家 你不会是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吧 我帮你找找 不用找了 应该是他回来了 他 他是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的钢笔是被小猴子拿走了 或许他也想我了 所以才会拿走那只 一直陪伴我的钢笔 人类在思念亲友的时候 常常会堵悟私人 这只小猴子拿走老魏的钢笔 何尝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呢 由此可见 动物的情感丝毫不比人类逊色啊 充满母爱的猫 在乡村郊外 生活这三只野猫 它们是公猫和母猫 还有刚出生的小猫仔 我们那么多孩子 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个了 是啊 都怪我 我不该离开这里 出去找食物 如果我不离开的话 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被野狗给叼走的 你不要太伤心了 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 以后外出找食物的工作 就交给我好了 你就留在这里 好好地保护他 我们可不能再让他出什么意外了 可是那样你会很辛苦啊 没关系的 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平安就好 可怜的孩子 如果他能成为一只家猫的话 该有多好啊 你原来不就是家猫吗 可现在还不是流落在外成了野猫呢 那是因为我主人有急事临时搬家 没有带我一起走 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可是非常喜欢我的 和主人一起生活的话 绝对是一事无忧 如果我们的孩子 能有一位主人受养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可不想我们的孩子 成为人类的宠物 好吧 没关系的 只要我们的孩子 能够平安健康长大就好 好了 我得出去找食物了 你在这里看着孩子 我很快就回来了 好的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放心吧 我会注意的 然而要想在野外找到食物 实在是太难了 在没有办法之下 公猫溜进了村子里 他将目标锁定了村民养的家禽 公猫紧紧地盯着几只 正在着实地上食物的鸡 突然 他快速朝其中一只鸡扑了过去 鸡顿时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 院子里的一条白狗 听到鸡叫声后 飞快地扑了出来 阿红也紧跟其后 可恶的野猫 真是好大的胆子 大白天的竟然敢来偷鸡 公猫见到此情景 不由大吃一惊 急忙转身逃跑 忽然 一条花狗截住了他的去路 偷鸡仔 你跑不掉的 好痛啊 可恶的野猫 竟然敢打我家鸡的主意 别打伤他 我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只家猫 正好 我想养一只猫 就送我好了 好吧 那这只猫 你就带回去养吧 苦苦等了一整天 也没有等到丈夫回来 在母猫心里 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老公怎么还没有回来 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不行 我得出去看看 母猫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后 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村子里 母猫在寻找着自己的丈夫 突然 他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叫声 于是他急忙寻生跑去 当他跳到院墙上时 一下子看到自己的老公 被关在笼子里 哎 这很好吃的 快吃 老公 你最终还是回归了人类的家庭 孩子 以后就只剩我们一起生活了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 就这样母猫独自带着小猫生活 转眼间冬天到了 母猫决定赶在大雪覆盖之前 存够食物 唯有这样才能安稳地在窝里过冬 看来要下雪了 得赶快储存一些食物才行 妈妈 妈妈 傻孩子 白天怎么可以出洞 太危险了 妈妈 我在里面实在太闷了 我也想出来玩玩 孩子 你别急 等太阳下山后 我再带你出来玩 到那时候 你不但可以到处跑来跑去 还能爬树呢 嗯 好的 那我就在家里等你 妈妈 你一定要走走回来哦 这就对了 妈妈一定快回来 顺道带好吃的给你吃 嗯 好的 哼 我一定要为我老公出口气 说着 他飞快地窜进了村子 没多久 村子里传来了一阵狗叫声 母猫叼着食物 从村子里跑了出来 他速度非常快 不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 两位村民追赶到了村口后 累得气喘吁吁 可恶的野猫 这家伙跑得可真快啊 是啊 最近我们这里怎么那么多野猫呢 可不是嘛 这只猫十分狡猾 常常来偷我们的食物 如果不抓住他的话 我们村子就无安宁之日了 没错 所以我们得找到他的窝 然后将他们一碗打尽 对 我们应该将这些野猫好好处理掉 妈妈 今天的食物真是太美味了 是吗 你喜欢吃的话 那就多吃点 吃饱了 等天黑之后 我就带你出去玩 太棒了 我早就在这里变坏了 天色渐渐的暗淡下来 小猫正盼着天快黑下来 那样他就可以出去玩耍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村民正拿着工具走了过来 他们是来寻找野猫的 妈妈 天快黑了 我们出去玩吧 再等一会儿 这个时间 搞不好还会有人类出来活动 我们等他们都回家了再出去 嗯 好的 我猜想他们很可能躲藏在这一片区域里 别让我找到他们的窝 一旦找到了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没错 所以我带着狗来了 只要他闻到了野猫的气味 肯定能找到他们躲藏的地方 我相信有狗帮忙 就很容易找到的 孩子 我要出去 有状况 哦 妈妈 发生什么情况了 好像有人类来这里了 他话刚说完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狗叫声 哎呀 不好 他们还带着狗 孩子 赶快躲起来 说着 他带着孩子朝水泥滚深处钻去 这时候 狗已经闻到了野猫的味道 他朝着水泥馆跑了过来 然后朝着水泥馆口 不停地大叫着 村民们急忙看了过来 找到了 终于找到他们的窝了 不知道野猫在不在里面 让我试一试 说完 阿振用长长的铁锹 从馆口捅了进去 把饼扑通一声 直接打在了母猫的身上 但他紧紧地用身体护着孩子 铁锹一下一下地打击着他的后背 但他咬着牙护着小猫 他被打中后依旧一声不吭 他们就躲在最里面 我们把水泥馆砸开 看他们还能往哪里躲 对呀 今天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村民们说着便拿起工具 开始砸水泥馆 不一会儿 水泥馆中间被砸开一个洞 我看到他了 就是这只可恶的野猫 偷了我们家的食物 今天我们绝不能饶了他 孩子 你在这里面千万不要动 妈妈去把他们给引开 好的 不好 他要逃跑 可不能让他给跑了 快抓住他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只小猫呢 真的呀 他看起来好小啊 说着 阿震伸手一把将水泥馆里的小猫抓了出来 小猫发出一声声细微的叫声 不好 我的孩子 我要伤害我的孩子 哎呀 他又跑回来了 去 把他给抓住 花狗听到后 便朝着母猫扑了过去 他见跑来的花狗 不由得大吃一惊 然后急忙转身逃跑 那条花狗紧追其后 最终 他爬到了一棵大树上 才躲过了那只狗的追赶 他们应该都走了 不知道我的孩子 他怎么样了 说着 他从树上跳了下来 母猫四下看了看 然后朝水泥馆那里跑去 跑到水泥馆那里发现 他已经被完全打烂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啊 你不要喊了 你的孩子 被那些人给带走了 他被人类带走了 人类不会伤害他吧 应该不会的 要是人类想要他命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里 把他打死 何必要带走呢 嗯 这么说 我的孩子还活着 我得去找他 你疯了吗 人类想要的是你的命 现在去 不就自投罗网了吗 不管如何 我还是要去救我的孩子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 朝村子里跑去 深夜 母猫在安静的路上 一边走着 一边四下看着 突然 他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他一纵身 跳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 没多久 两位村民从这里路过 阿镇手里 还拎着一瓶牛奶 这么晚了 你还出来给你儿子 买牛奶啊 阿田嫂 我不是给儿子买的 这是给猫买的 猫 哎呀 对了 听说你们今天傍晚上山 抓野猫了 怎么 你不会把野猫 抓回来养吧 是啊 我养起来了 天哪 你不会真的要养一只野猫吧 要知道野猫 可是很难幸福的 我带回来的 可是一只刚出生 没多久的小野猫 从小未大的话 它就会变成家猫的 说完 树上的母猫 看着阿镇走进去屋子 它飞快地从树上跳了下来 然后串到了阿镇家的院墙上 透过窗户 它看到阿镇和妻子 正将牛奶倒在了一个碗里 而小野猫 正看着屋里的人 小猫咪 赶快来喝 你尝尝 很美味的 老公 你怎么想要把这个小猫咪 带回来养呢 原本我想要教训野猫的 但当我看到是小猫的时候 我明白了 为什么那只大野猫 会频频来村子里偷东西吃 它这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呀 这个小家伙也真是可怜 没有了母亲 要如何活下去呢 所以想想 我就将它带回来了 嗯 你说的挺有理的 小家伙 以后你就在这里生活好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如果我们的孩子 能有一位主人的话 也就放心了 看到我们的小孩 现在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 老公 当初你的话是对的 很多人认为 动物只有在野外 自由自在的生活 才是幸福的 但有时候 人和动物 和谐相处在一起 对它们来说 也是很美满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也渴望您的关怀 希望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华华人 佛教慈悲至业 曼淞逝利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遭声通启 此 菩提心诸善忠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中第十一主 行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 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浊二世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行安大师 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 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 7月8日 7月15日 7月22日 7月29日 8月12日 8月26日 9月2日 9月16日 9月23日 9月30日 共10堂客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3段99下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纸本上的堂卡 落取拉玛常驻台湾二十多年 早期未全德佛教文物 绘制许多精致的堂卡 令堂卡艺术得以普及与流传 本期课程将从纸本 开始教学堂卡中的元素与图样 一起四堂课 每节课都能完成一幅美丽的纸本堂卡 拉玛近年鲜少开设大班智的课程 此次课程相当难得 时间 8月的每个星期五 下午2点到5点 8月4号 8月11号 8月18号 8月25号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 东山吉祥书坊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 478号 电话 03-958-0286 03-954-0455 报名请填写Google表单 或电话洽询 课程将筹收保证金800元整 每节课退还200元 请假或缺课不予退还 那么无量寿 持长寿 宝贫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那么无量寿 持长寿 宝贫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 持长寿 宝贫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一切 恨死之音 往生三十三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